身高一直是人們非常在意的外表特徵之一 點開各種網路論壇 散步時就會看到很多人討論身高話題 舉凡偶像、演員、運動員到摺偶標準 幾乎只要對象是人就會想比較一下身高 因此這次幫大家整理了 截至目前所有平成後假面騎士主席的身高派行 全29名主角騎士 究竟誰才是身高最高的騎士勝利者呢? 有靠手我是疲憊猜拳 雖然上次在跟大家介紹賽卡的時候就已經發現 假命騎士的身高設定基本上都是過度膨脹的 無論是替身演員或是皮靠本身 都沒有辦法達到官方所設定的高度 大家就抱持著有趣的心態 來看看東映幫他們決定的身高吧 然而身高不等同於戰力 矮小不等於諾諾 決定戰力的是人們熱血沸騰的螺旋裡 動畫天原突破迎來第15周年 各自矮小的西蒙與大哥卡米娜的熱血戰鬥 是不是依然宛如佐利 紅顏團奮勇對抗獸人的影子 是不是令你非常嚮往 沒能親身加入紅顏團的遺憾 或是想重溫史詩戰鬥的觀眾 現在有了補足遺憾的機會 手遊天原突破即將正式上線 還原動畫劇情 全身由原班人馬回歸 此生唯一一次跟隨西蒙與卡米娜腳步的機會就是現在 一起用我們的螺旋裡鑽出勝利吧 點擊資訊欄或留言區的連結 立即預約 領取抄襲由五星顏面 與紅顏團一起戰鬥吧 天原突破紅顏羅顏 10月26日正式上線 用你的磚頭突破天際 回到影片 身高會以他們最具代表性的通常型態 也就是那些在騎士大回歸作品的形態為準 由低到高做排序 首先第29名是身高182公分 The First及The Next版的假面騎士2號 想不到在現實生活中已經非常高的182公分 竟然率先上榜 雖然身高是所有平成後騎士最低 但已經比1971年原版172公分的2號 還要高上10公分 接著是第28名 186公分的假面騎士Fights 在智腦公司製作的所有腰帶中 以性能最綜合而擴展性最高鑄成 但取而代之的卻是Fights系列身高最低的騎士 第27名 假面騎士Amazon的Alpha186.5公分 第26名The First and Next版的1號187公分 比原版1號的180公分還要高出7公分 兩位在重拍版飾演1號2號的演員 也都剛好比設定還要挨5公分 可能因為戴上頭盔後的觸角 導致有5公分的身高差 因此1號的187公分 2號的182公分 非常有可能是P號的真正身高 180開頭的最後一位 則是同為假面騎士Amazon裡的 另位主角Omega188公分 排名第25名 這出乎我的意料 本來以為充滿野性的Alpha身高 會比被人類圈養的Omega還要高大 但就演員身高而言 其實也是飾演Omega的藤前腹 比Alpha谷口閒置還要高1公分 非常巧合的是 180區間的假面騎士世界 感覺都很危險了 不是被觸手威脅的就是 半路可能會被邪惡組織抓去改造 或是吃人怪物滿街跑 下一個190區間 首先出現的是共獎第23名的 假面騎士龍襲 及假面騎士電王 正好都190公分 電王也許是因為 各個型態的頭盔造型差異甚大 因此每個型態的身高設定皆不同 初始月台型態180公分 聖甘型態187公分 聖斧型態185公分 聖槍型態197公分 聖翼型態193公分 如果知道自己身高 輸給龍太跟祈兒 投胎弱勢應該會蠻不爽的 順帶一騎 在劇場版裡出現的小電王是145公分 身高會隨著變身者的狀態而改變 第22名 破壞者Decato上榜 192公分 神主牌型態則是199公分 看來頭上的牌位是增加 7公分身高的最佳力氣 按照東映官方說明 頭上的卡牌是Decato完整釋放力量的證明 是騎士世界王者的王冠 OK 第21名 假面騎士Oz 由於各個聯組的頭型不同 所以不同型態的身高也有差異 這裡以Oz的基本聯組 鷹虎狂做排行 接著是 Akito Kabuto 騎士模式 及風都偵探W 三位騎士都是195公分 共獎第18名 Akito身高始終如一 即使是最終形態 依然維持195公分 Kabuto的假面形態則是190公分 看來那個獨角仙角 加了一些分 而獨角仙不只是裝飾 設定上是聲音接收器 不僅能聽到16-12萬赫茲的聲音頻率 更可以清楚分辨5公里外 一根針掉入到地面的聲音 而假面騎士W 無論是用左翔太陽 或是菲利普的身體變身 設定身高皆為195公分 很可惜兩人一起 並沒有帶來更多的身高加成 第16名則是 兩位都以高科技為主席的騎士 B-5斗及Dello-1共享 都是196公分 第15名是身高198公分 使用魔法華麗戰鬥的Wizard 第14名則是剛完結不久的 假面騎士 B-1198.2公分 已軟軟的0.2公分 顯勝Wizard 第13名沒有機車 只有跑車 不知道還算不算騎士範疇的 Dollife 199公分 下一位是190區間的最後一位 惡魔假面騎士 B-10 身高199.8公分 奪得第12名的位置 比夥伴一揮變身的 B-1還要高 兩人站在一起也能感受到是 B-10身高略高 最後來到身高設定200以上的區間 還沒上榜的騎士剩下11人 剛好200整數 共計4位騎士並列第8名 而這些假面騎士 都是帶有紀念座性質的作品 分別是KUGA 平成騎士第一座 KEEBA 十隻身張太郎誕生70周年紀念 假面騎士40周年FOLZEN 平成騎士20周年GEO 可見身高200公分是東映認為的吉祥數字 是所有主席最多人相同的身高 KUGA初期白色成長型態 設定上190公分 通常型態與昇華型態全都是200 究極形態則是202公分 乘上了2公分 小魔王演員奧野壯 身高原本在所有主席演員中排行最矮 當年出演的時候只有168公分 變身後設定直接越上身高前段班 東映幫他灌水非常多呀 下一位以207公分 奪得第7名是假面騎士BLADE 古然以獨角纖維圓形的騎士 在身高上都特別持鄉 頭上的尖角造型 讓他在身高比拼中佔盡優勢 但BLADE的Jack Form及King Form 都一樣維持201公分 並沒有因為強化型態而繼續長高 第6名是203公分的ARMED RIDER 凱武 在劇情裡不用假面騎士做稱呼的假面騎士 飾演凱武的演員 左演越身高170公分 變身後直接成長到203公分 與演員差上33公分 是所有主席中 皮靠設定與演員本尊身高差異最大的角色 終於來到最後的前5名 究竟誰才是這場身高騎士大戰的贏家呢 第5名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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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身高204公分 頭上那根腳在設定上具有感應 半徑5公里內眼磨的功能 原來是一根天線啦 由於非常堅硬及銳利 甚至可以直接當作武器 用頭錘的方式貫穿敵人 這攻擊的方式也太像鼓掌機了吧 第4名假面騎士X-8O 205公分 多虧頭上的特殊髮型 讓X-8O在LV2殺進第4名的位置 那髮型被官方命名為Kuru Light of Hair 酷炫騎士髮型 沒有任何特殊功能 真的只是造型而已 為了防止戰鬥的時候被斷髮 才是上特別強化頭髮的硬度 所以無論如何頭髮都不會被打斷的喔 第3名由憲政熱播的假面騎士GIS獲得 身高205.2公分 不是為何從禮拜十後的身高都不是整數 狐狸爾與酷炫髮型的對決 由狐狸以0.2公分的些微差距顯勝 目前狐狸爾只有作為雷達收集各種情報的描述 也許未來官方還會再追加設定 最後剩下兩位假面騎士 將爭奪最高騎士的殊榮 第2名假面騎士X-8217公分 一舉將身高標準提升到210公分以上 比第3名的GIS還要高11.8公分 頭上內根藏到讓人無法忽視的尖角 大幅提升X-8的身高 但目前依照招熱電視台資料 那根腳並沒有任何功能 非常作弊啊 終於來到身高最高的假面騎士第一名 這場騎士大戰最後的勝利者會是誰呢? 第一名假面騎士响鬼 身高222公分 與身高最低的2號相差40公分 雖然我們很難看到响鬼跟2號同台 但跟倒數第二的FICE就很常在劇場版同時出現了 兩位騎士身高差36公分 站在一地的似乎沒有顯著的差異 如果對36公分身高差沒有什麼概念 給大家看看現實生活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一對網球雙打組合 比較高的是208公分的Ethner 比較矮的是170公分的Swasman 兩人身高差38公分 與響鬼跟FICE的情況差不多 如果依照現實比例 當響鬼跟FICE同台應該會是這樣的視覺衝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東映的身高設定有多扯爛了 以主席皮靚演員都不超過180公分的情況下 幾乎可以推定200公分以上都是東映幫他們膨脹的 大家覺得這份假面騎士身高排名如何呢 都歡迎留言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希望可以幫我點個讚 並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疲憊彩犬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